这里又是一张很有趣的历史照片 你看你如果看一下 我拜托你看一下荧幕好不好 好所以你看到荧幕上 这边都是汽车 然后一台一台一台 很多很多台这样子绵绵不绝的 然后他们看起来都被留在这里很久了耶 好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道周五英文企图 OK 所以这边他说的这是一个 他把描述成这是一个 被大家给abandon掉的 abandon就是抛弃掉之类的 所以被大家抛弃的一个骰车 OK 那这边是Belgium这个地方 Belgium是那个比利时 所以abandon traffic jam in a Belgian forest 比利时的森林被大家放弃的一个骰车 哇什么鬼啊 然后呢这边是已经超过了60年了 没有错 我把它读给你听 So this is the Chattelian Car Graveyard 我不是要去读对 但无所谓 所以这是一个汽车的一个算是坟场 坟场应该对了 墓园 Graveyard So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abandoned car graveyards left untouched for over 60 years 所以超过60年 没有人去碰它 那这边就有一个很有趣的 算是一个都市传说 所以都市传说说这些车是被美国的军人留下来 因为你知道那边美国诺万地登陆之类的有到欧洲去打仗 据说打完之后呢 他们就把车子抛弃下来 然后就回国了 所以说是美国人留的 所以这边说 A fun urban legend spring up through the years that the cars were left behind by US soldiers from the second world war unable to ship them back they decided to leave them in a forest until they could come back and retrieve them 这里事实上有个文法小错 你看我都看得出来 因为我是教英文的 那我相信英文好一点的人大概也看得出来 所以这边应该是据点 所以这些车是被美国军人留下来 从二次大战据点 那没有办法把他们带回去 所以他们就决定把他们留下来 so unable to ship them back 所以ship就是运回去 they decided to leave them in the forest until they could come back and retrieve them 这retrieve就是把他们拿回来这样子 那可是虽然说这是很有趣的 就是听起来好像还不错的一个都市传说 但是当地人是说啦 没那么复杂啦 真的是二战留下来没有错 可是就是大家留在那边这样子 不是美国军人 所以接下来下一句说 but though a fun legend to believe locals say that it's simply an old car dump of vehicles left after world war two over the course of the next two decades 所以就是二战后的接下来的20年 他们慢慢累积起来的这样子 那我这边想讲一个文法上的重点 因为这篇既然比较短 我多讲一点文法上的东西 你有没有注意到 他说over the course of the next two decades 一般来说 next这个字前面是不太会加定管词的 OK 例如说我跟你 我跟你比赛打篮球 然后输给你了 然后我跟你说 下次我不会再让你 就嘴炮一下这样子 所以我的英文就会讲 next time it's not going to be that easy 之类的 天下好弱 靠北 但总之我会说的是next time 我不是说the next time 注意到 对不对 所以next这个字 通常不会加the 这样 可是你看我讲是通常 但偏偏就一定有些特殊情况 会加the 什么特殊情况 就是不是现在的以后 不是现在的下次 我现在跟你打篮球 刚刚说的 那我输了 我跟你说 我下次不会输你 那就是现在的下次 我就不加the 听懂意思吗 OK 所以假设今天 我们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假设今天我在一个 一个公家机关工作 然后我是叫号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需要叫号 但总之我就站在门口 然后说下一位 下一位 下一位 这样子叫号的 现在1850号 下一位1851号 下一位 那英文会怎么说 the next 还是next就好了 答案是next就可以了 加不加the 不加 因为是现在的下一位 这样听懂意思 好 可是什么时候加 就是不是现在的下一个 OK 就是任何现在以外的时间 得下一个 所以像我刚刚讲到 叫号这件事情 那我叫下一个就是next 那假设今天 你是下一个人 然后你办事情 办得不顺利 办得不开心 遇上了这个 办事小姐 可能心情不太好 还跟她吵了一架之类的 然后你回到家 把今天发生这个情况 描述给你朋友听 然后你说 我在那里等了半天 结果 结果 前面有一个谁谁 然后我是下一位 你就会说 I was the next person the有没有 你就不会说 I was the next person No I was the next person 为什么叫the well因为你是 那个时候的下一位 这样子 你懂意思 OK 所以一样 或者说 我再换一个例子 我在某一天 做了一个什么什么事 那在那一天的隔天 我又做了一个什么什么事 所以我说的 在那一天的隔天 我就会说the next day 就不是next day了 要加一个的这样子 所以你看他这边 所以他说 他只是一个很旧的 就是废车 废弃车放的地方 什么废车 OK 废弃车放的地方 所以 it's an old car dump of vehicles left after world war 2 over the course of the next two decades 所以是二战后 的接下来是20年的长度 那当然不是现在的20年 的接下来20年 是当时二战后 得那20年 都已经过了 对不对 因为二战大概 二九四几年结束 还是三几年 在那个之后的20年 所以当然要加the next two decades 大家听懂好 好 但是事实上这也是老照片 因为在2010年的时候 这整个site就被清除掉了 因为这是他们认为有环保的问题 所以最后一句读完 in 2020 in 2010 对不起 the entire site had to be cleared due to environmental issues so good 所以这个 就废物金拿去卖掉了 之类的这样 OK 好 所以希望你喜欢这个故事 塞车塞了60年 我不知道标题是不是把你骗进来 但总之我觉得 还蛮有趣的一张照片 解释一下历史的一张照片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